绿地出轨门大观园里那些烟杂事 这两日平上热搜的绿地出轨事件 想必已成为城市里各办公室角落gossip的热门话题 在笑话完愚蠢女主和败坏男主之后 你我也许会心照不宣地联想起身边的一些人 比如自己公司某高层 某职位突飞猛进的新人 或者曾经闹得沸沸扬扬 后来黯然收场的一对前同事其实在职场里 狗血的事情隔三差五有 我们每天看的热闹还嫌少吗 有理有结的称情敌为Dear Somebody 行文优雅的英文表达 结尾还要With Sincere Regards 无不体现外企高级白领的职业素养和自我公关意识 成为当年投行界一桩标杆性的桃色事件 如果傻到像绿地笑花姑娘一样 做了不光彩的事 还光明正大把整套操作思路拿出来讲 是想编本扎女教程呢 还是想做死呢 就像《红楼梦》里的大官员 外表名门大户 实则各种不堪